香油搭配核桃仁,万万没想到这么厉害 自从跟邻居老爷爷学会的这招 家里的核桃就再也没有生吃过了 老爷对的方法真的是省钱又实用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首先,准备新鲜的核桃,放入笼梯中 盖上盖子,开大火,水开之后计时五分钟 接着把蒸好的核桃倒入凉水中,使它快速降温 经过热酱冷缩,核桃壳迅速开裂 用手轻轻一捏 手无腹肌力的女生也可以轻松地完整去壳 接着准备上一个祖传的使旧 放入核桃仁,导成碎末 核桃属于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坚果 被人们称之为长寿果 含有丰富的不饱核酸、亚油酸、维生素B、维生素E 还含有各种微量元素 尤其是丙铜酸对身体特别友好 打成碎末备用 首先,锅中倒入适量的香油 再放入倒好的核桃碎末 香油和核桃仁的比例是1比2 开最小火开始煸炒 切记不要开大火 否则容易炒焦炒糊 用香油把核桃仁炒酥 一只炒至微微发黄 盛出晾凉 用香油来炒核桃仁 可以更好的释放出它们的营养 晾凉之后,放入密封罐中保存即可 下面看一看具体的食用方法吧 老爷子会早晚各吃两小勺 或者是加入冰糖 用开水冲泡一下 直接饮用就可以了 这也是老祖宗智慧的结晶 试过的朋友都收好 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吧